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默克生 这是山东博物馆的恐龙展 这里展示的都是从山东出土的恐龙 我们的研究表明的羊类也是有小型的树脚类的恐龙眼 所以我们所说到的有经验绝的恐龙反其是只有终于呢 而这个感觉呢 也就是我们山东籍的一部分 那像在白沃静之期呢 其实也是称为白沃静早期 我们把孩子授的太坦 都看到了 我们跟他们在上线 其实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11米的 它是泰坦基隆家族的原 当然呢 像泰坦基隆家族的人 这些的话就叫做经过无论的进化发展成更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角红啊 开角红啊 三角红啊 严角红啊 等各种类型的样子 这是个真品啊 对 这个是真品 这是化红的牙齿 这么看好像也不大啊 它是叫做经过无论的进化发水岛 而事实上它其实最早的变化并不是在青岛发展的 而是在山东的烟台莱阳这地方的发展啊 但是为什么叫青岛龙呢 这边呢 是一些恐龙蛋 据说现在每一枚都很值钱啊 一般都在100万以上 在伦敦的一个拍卖会上 甚至拍出过46万英镑的高价 这些带胚胎的恐龙蛋就更值钱了 不过在路上如果预见的话 我也不认识 所以以后见到圆的 像蛋的时候就捡回家 就没错了 两颗 每下完两颗呢 再往那边不断的下 然后一圈一圈的环绕 环绕完之后呢 转了一整圈 那转完整圈之后呢 并不如说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它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蛋呢 可能会在这些蛋上再蒙上一层沙头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出这个蛋的不新的客户 然后继续再下第二圈 还是两个的移植 这是腾州岗上遗址 这些地方将来如果路过的话 可以去看看 陈岗村的一个东沙河街道的这个地方 啊 这是出土的绿松石 哦 这是胎儿的户头 乱不得这么小 我还以为这是假的 真的呢 还没出生的骨 这些夭折的孩子 就用一个海碗大的顶 埋在自己的屋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山东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 这也是十大镇馆之宝之首 汉代东平彩绘 这里的彩绘人物总共48个 他完美地展现了汉代人的生活起居 还有当时的一些生活习俗 如这些相互问候的场景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 但是这些色彩保存的非常好 人物和动物清晰可变 这在全国也很罕见 这对研究汉代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那个木被盗过 只出土了百余建文物 据判断 这是一个张姓贵族木 这上面展示的就是著名的七盘舞 颜色再调深点 看得更清楚了 脚下是七个盘子 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七盘乘于广亭 终于在这个壁画中得以体现 这是展示的主人看着舞蹈 然后舞者的神态非常的丰满 好似与主人有些互动 令人遐想 啊 这是个太阳 这是壁画的房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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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看完这个汉代壁画 圆满结束 挺震撼的 没想到2000多年的这个汉代壁画 颜色保存这么好 也计判了 是不是这个汉代壁画的房顶部 我们的毛线部 也计划 是这个黄线部 我们的毛线部